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第一辈子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浅秋 酒驾这件事情 刚不断大家听到这件事情就会说 这已经是全民公敌毫无疑问 在高雄这个事件一家四口 就这样活生生过个马路 就被毁了天伦之乐 那么在高雄马上展开了 所谓的酒驾大职法 光是1月3号酒驾抓不怕 高雄大职法8天居然可以抓到多少件 这个数量真的大家看到都觉得很惊人 535件 但是我们如果回溯一下 11月24号时间轴来看 当时陈其曼市长的坐车被酒驾插撞 连市长坐车都被插撞 可惜是到10月27号 才被爆出来 我们为什么讲可惜 就是说如果他可以早点被发现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早点大职法 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在10月26号 这之后发生酒驾撞毁一家四口 毁了一家人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阿嬷这两天 在很多的新闻媒体上看到画面的时候 大家都很心痛 光听到一个网友在形容 他在病房外面看到阿嬷的状况 大家都这么不甘的 想想看一个白发人要守着 一个媳妇已经走了 剩了三个重伤的家人该怎么办 那么包括经济状况 都受到很大的问题 今天阿嬷出来 她哽咽哭 因为有些朋友愿意帮她来捐款 政府给她的帮助的确实还不够多 所以她就哭着说 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子 她觉得真的很难过也很谢谢 还有人愿意来帮助她 听听阿嬷的说法 我借此机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社会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展坑的团队 王院长 可以伸出退员事 也感谢他事务 我的協助 感谢 感谢大家 我看这个新闻内容是说 阿嬷收下了8万块 就现场这些议员跟李蒋 带给她的捐款 数目虽然不多 她已经气不成声了 因为真的很苦 她要负担这三家 一口里面三家的 所有的重伤的 医护费用 加上现在两个老人家要持家 所有的经济都扛在背上 肩上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整天在那里的时候 生意也没办法做 所以很苦 政府给她的帮助 终于也说 昨天我们讨论了半天 本来说要给很多的资源 后来没有了 又说我们渔工来讲 依法没有办法给她捐款 后来总快又开放了捐款 那么终于 家属就是希望开专户这件事情 朋友上去关心 林戴华主任 就是民党的立委 当时却挡下来说 要伤者去联络窗口 以后他们负责 为什么 难道给予爱心帮助 还有分颜色吗 听听她的谈话 林家阿嬷的照片就被释出了 大家才发现说 说好要全力帮忙的 结果林家阿嬷 她这么孤苦伶仃 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看了非常的难过 照片出来之后 然后才开始 这个9万未问基因 然后代收安心 其实家属早就希望可以开专户 一直都希望可以开专户 然后今天就有朋友去上乡 然后碰到那个商者的妹妹 本来想要问她说 好心码 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结果林戴华的主任挡下来 她说以后我们就是负责 跟这个商者联络的窗口 以后她就是我们负责处理 不让其他的朋友 去跟那个妹妹接触 其实说什么 就是怕他们又把很多的事情 过程讲出去 然后造成高雄市政府的困扰 但是说真的 你哪有说一个窗口 就只有我负责 你们其他人 不可以去跟他们家属讲话 只有我可以 就算你是他朋友 不要接近他 这不对的 这就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政府就是 你没有监督他 他拍完照 他攻击完 真的就忘记了 我们大家都很不舍阿嬷 那当然也很奇怪 哪里来的所谓的专属窗口 高雄市政府给他的帮助 终于也开了这个 所谓的捐款专线 但目前 相处其实还感受不到 太多的帮助 很怕他讲出去 但是刚刚参选人 婉甄刚刚讲了说 大家会有寒蝉效应 可真的寒蝉效应在哪里 在高雄 这是我们的医师苏伟硕 他的太太 在1月的时候 才1月3号而已 公投结束之后 他发了一个文 你看标线会长角移动 这些是警惺 那马路上的黄标线 什么会变叽叽叽叽叽叽叽 这么多 好像是一个隔状的状态一样 结果他没有再去看 过两天去看之后 新闻出来之后 就发现直线直了 但是就是缝补的痕迹 还是很明显 难道连这个变形的路段 想要把基本的工程做好 都这么难吗 结果刚讲完没多久 公投之后 他之前不是传了一张 收到一张船票 现在立刻又收了 第二張傳票 也是跟食安法有關 認為他主張 萊豬的相關議題 是有問題 還有所謂的寒蟬效應 在這裡嗎 朱惠說說 這個就是國家的暴力 侵害言論自由 那麼也藉此要折損 他的社會公信力 製造政治寒蟬效應 那麼因此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節目當中 兩點半 他要去地檢署開庭 高雄地檢署 也有人發起說 壓不扁的玫瑰 關不住的聲音 要去鄉庭 朱惠 對啊 所以我剛剛不是說 誰能製造寒蟬效應 只有掌權者 你有權利 你可以去整人家 你不管用行政調查 或司法調查 所以讓想說話的 敢說話的 變成不敢說話 動不動就用司法告人家 蘇嘉全跟蘇振青也是 我當時跟羅志強 揭露那個電報 不是後來外交部 都承認是真的嗎 那為什麼還憑什麼告人家 憑什麼告人家 你講就是這樣 我有錢 我就告你 我律師多 怎麼樣 謝長廷到現在也是 不斷的告羅志強 為什麼 輸了一個再告一個 輸了一個再告一個 我讓你被我告到垮 就這樣 這才叫寒蟬效應 坦白說 我看到高雄酒駕執法 這八天查出535件 我說真的 不要只演八天 不要出事了才演 那平常高雄在幹什麼呢 平常高雄在幹什麼呢 我跟大家從去年到現在 高雄的新聞很少很少 很低調 但是每逢新聞必是災難 慶濟是我們災贓的嗎 滿天飛是我們災贓的嗎 陳中城是我們災贓的嗎 火災工廠氣爆 是別人災贓的嗎 不是啊 可是每一次的災難完以後 不久 陳其邁必定辦一個活動 來讓大家洗腦 就是這樣子啊 用煙火 用燈光 來讓大家忘記 在這些黑暗角落處 需要幫忙的人 這個阿嬤 這個阿嬤 全家這麼多家人 現在躺在那邊 這麼多晚輩躺在那邊 重傷 對 重傷躺在那邊 請問一下 陳其邁你可以為了動物園 去跟建商說 關一關可以嗎 你為什麼不能為了阿嬤 然後說 我們公家機關有自己 可以協助的界限 奇怪了 你跟建商要錢的時候 你怎麼覺得那個就是合法 幫助你這個受害的高雄市民 然後你再跟我講依法 而且林蓋化的主任 你算什麼東西 你也不是公務員 你憑什麼當 所謂的唯一的聯繫窗口 我告訴大家 林蓋化的主任 林蓋化團隊 在他選區裡面 已經很多惡名昭彰了 很霸道 這個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 可是那也沒關係 OK 那個是地方自己要去監督的 但你今天憑什麼去說 我是他的唯一窗口 你不是公務員 即便你是社會局的 即便你是高雄市政府的 你都沒有權利說 我是阿嬤的唯一窗口 阿嬤沒有委託你 阿嬤也沒有授權 你想幹什麼 你又想要讓他沒有辦法 對外聲援 沒有辦法講出他的苦嗎 我真的覺得 在高雄有很多東西 都被壓住藏住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很難過 也很擔心 阿彤若是人的家庭的苦 你常常在地方這樣走 之前也是議員明代的 已經很清楚基層的無奈 他需要的幫助是什麼 更何況我們看到很多照片 他的家人三個人 現在都是非常嚴重的傷勢 躺在病房裡 甚至意識清不清醒 都時醒時不行的 這種狀態 這個阿嬤有多無助可以想像 那吳毅市長 我們的震怒市長 難道沒有辦法 給予更多的幫助嗎 其實說到酒駕這件事 我覺得我要先檢討自己 因為在2018年的時候 我自己也曾經闖了一個禍 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 真的嗎 對 在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PTT有鄉民 他們發了季品文 說阿彤選上議員 推台北市信專區的話 他要請雞排加珍奶 那我隔天就酒駕了 那當然我酒駕之後 我覺得也不用怪別人 我也不用去說 我第一次這樣什麼什麼 我覺得其實對於很多 酒駕犯過錯的人 我覺得所有的親友 就是要盯著他去看 他自己也要有那個自己 那個決心 包括他所有的親友 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 這已經幾乎是要一個 集體治療的 那我覺得在法令上 這些行政官員的怠惰之外 我覺得在法令上 一定要嚴刑駕法 就是酒駕我建議說鞭刑 那我自己以身作則 如果酒駕鞭刑通過之後 我願意先被補鞭 補刑嗎 我願意被補刑好不好 大家報名來編我 那你怎麼看書偉說 他說他現在是國家暴力 在侵害他 言論自由說了什麼 就要被傳喚 其實現在整個 大家不覺得 其實因為我當初 我在民視工作 我的老闆是蔡同榮 他當初配合黨政軍退出山台 然後他為了突破這個 整個爭取言論自由 他民視整個募資成立 因為我跟著我老闆 有這個過程我都看到 但是現在的民進黨 為什麼變成說 連PTT的言論都要審查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 有時候我會忍不住 想要去批評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已經變職了 跟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連林昌左這一種捏停的下去 連這種投機分子在地方上 大家說陷加 我再說下去 可能你們會被NCC罰 現在很嚴 所以我就說現在 為什麼都搞這種言論控制 搞這種司法的審查 恐嚇 其實包括我自己我怕不怕 我也怕 但是我覺得 面對 對不對 但是不能夠這樣做 民進黨還虧違說 你當初是怎麼樣 你的先賢先烈怎麼樣拼起來 這大家真的新一代的民進黨 我希望婉珍能夠不一樣 沒有 婉珍學生呢 他談到酒駕 這個絕對就是要嚴懲 那蘇偉碩醫師這些 只要意見不一樣 就會被開恐嚇 或者是不斷的要求去地檢署說明嗎 沒有 這件事 我覺得酒駕這件事 大家要重視 這邊重視嗎 不是 因為剛才說到他就說到 民進黨先修法 我是說通過編繫 我先被編 好不好 編繫通過 修法要修到什麼程度 那個當然就是要藍綠 大家一群來 現在你也可以主張叫民進黨去修法 民進黨的立委息事這麼多 什麼時候 你講怎麼民黨協調 是不是民進黨自己也很多這樣的 都蓋下來 就不要我講出來了 不要好大就通過要管 誰敢像我一樣 好酒駕就退選 然後我現在說修法 第一個被編 宿集既往 我自己來被編 這樣來推動修法 民進黨有沒有這麼決心 是嗎